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真是開球了 準備進入我們今天的會場,好嗎? 進入了 李老闆,我再重新一次,麻煩你拍一隻New Gundam Bandile的朋友,如果你有看到的話,麻煩你反映一下 為什麼你的武器,你的武器就是1比60 你的武器就是1比72,你想怎樣? 不是吧 什麼不是啊?全部小一個馬 你連飛翅砲也是小一個馬 這個真是很滾 我買回來,不要緊 你的武器為什麼會給我1比72 我不介意,有Bandile的朋友 反映一下,你麻煩你出回所有武器出的那一套 我再給一次錢,好過浪費整件 完 不是感覺,是一定小了 我還要說1比72 那一套比例,其實整個設定所有東西都小了 那些工具很低能的 飛翅砲的幾幅 你把牙籤放在肩膀上 我買回來,我沒有開過 真的憤怒的,你看到 所以多一句,Bandile的朋友 麻煩你做過1比60的New Gundam武器 謝謝 然後手持夠那一副,拿去換 很不錯 好了 說回重點 好了 沙沙地 非常之高興 今次應該不會有其他武器設定了吧 當然,你真是說要強硬加 沒有叫強硬的 他有一支叫長距離用類似追擊槍的東西 一支而已 那我不買,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看下去,先看看武器 拳頭相對性是大了 另外頭的後腦位都相對大了 不過如果要放回徒生郎的話 是沒問題的 都是帥仔的 武器也是那句 我很擔心這件事 我想看看武器的層次 下面有馬沙 大大隻手 很漂亮 演講宗的馬沙 這個很棒 演講宗 有個台座 他放在台座那裡 我真的不敢說 他那支散彈槍究竟的比例合不合 我看下去好像有點細 上面的東西 我擦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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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擦得開就不是解像機 還要噴了金屬紫色 可能相應本身的金屬錄 是 希望沙薩比的手持武器比例是正常 拳頭稍微偏大了 也挺多 感覺上有點突厚 這個比例可以看回 因為他手沒有握緊 如果他握緊拳頭 好像也不算 也是很大 就這樣其實也挺難對比 因為他把盾散開了 他又放後了 我真的不敢說 槍也是 我個人覺得他兩邊肩膀 好像跟身體拉開了一截 有點奇怪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像Niu 可以拆手下來 但就這樣看是有點尷尬 令到肩膀和身體之間距離 而且看上去顯得頭更加大 我都研究 不知道是否因為 之前寫過 因為他的圖身倉太小 在電影中不是這樣 所以他加大了頭 握一下圖身倉 然後把手放進去 握在手上 就是手前放進去 另外我想說 他的手這麼大 反而槍的槍柄 似乎就不太容易 即未必可以拿到 我想是拿不到 而且他的古怪 他的槍就硬 好像加了一些銀色 有點奇怪 反而我不太喜歡過很多銀色 對 都是淺色的 因為原本的槍是整支黑鐵 是有一點紅色的 我的手掌也是太淺色 槍型就不太適合 比本身現在的設計 都不適合 剩下的 好 側巾 就是剛剛下單 大家可以考慮入手的 好 好 這三隻東西好可愛 對 布拉道駕駛 衝進去 這個炸散 衛星的 裝甲服仔都有 想要出一個玩具 其實 第一次 在NEO那邊 已經放了這一套 你可以看完 放進去 好像經常槍景 另外就是 槍的配件 很棒 對 很搭配 但是那幾個人 那幾個人 那幾個人 可不可以 有資關 浮起的 我相信可以用回 他原本的舊支架 這個問題 他有些鐵線 不會不會很輕 這些 他這樣博長他的 地台 是啊 好 大聲疾呼鬧完 我已經 個人暢化了很多 好 這邊呢 好了 NX 今次我覺得 重點 就不是放在 S Gundam 或者Mk5 那裡 反而 最右邊 有看到 有一點 可以看到的 這個 好帥 李老闆 Lock Omega X-ray 王者 二端 嘩 如果大家有追 這個漫畫 都會知道 Astray Gundam 站在最頂端的 就是這部 王者 他在劇中的表現 是怎樣 就自己 大家追回故事 是天空之王女 至於 接下來 會不會有機會 看到他 除了 Q版之外 有 這個 九頭新的產品 出現 包括模型 或者 甚至是 Macto Bill 我就會穆以待 其實看完這次的雲展 覺得沒有不可能 是 真的沒有不可能 反而他這次 又沒有介紹到 Robot雲那隻G3 我們之間想起 近藤和狗那隻 真是無敵 我自己覺得 打開了嗎 快要派貨了 我帶這個高大 四面的高大 我先說 我真的要走 我明天要上班 幾點 十星期而已 好 繼續 GFFMC 打多四圈才打多四圈 今次見到的 除了之前大家見到 Origin Gundam 你問你死了沒有 Origin的史凌加小隊 專用的GM 今次會推出GFFMC 很有型 而作為男人 除了拿鼓之外 都是要拿吉姆的 兩隻吉姆出來了 今次 史凌加小隊 必入 不過當然 喜歡吉姆的 也要入正常吉姆 其實你很少見到 這麼全市場的吉姆的 吉姆的產品 很棒 我猜看一看吉姆 你猜不到 即是高規格 你三年星用渣鼓 我沒有驚喜 你出了一隻馬砂磚 用渣鼓之後 但它配上顏色很美 吉姆反而沒有360度 沒有 賤格 吉姆有沒有逃生艙 在Origin的世界 沒有 印象中是沒有 應該沒有 你這一年 煉駕蛋 不會和你搞那麼多 死呀死呀 終於逃生艙 沒錯 剛才講到Origin 他們繼續Origin 剛剛都是GFMMC 現在 給多一個驚喜 早前有很多高達同好聚的展影 今次給你們看實物 三年星高機動型渣鼓R1A型 都是那一句 高機動型渣鼓R 你出也有 除了出 不過我反而又不是太明白 或者是擔心 它這一個只是其中一部機的裝備 如果要出另外兩個人的那部機 那怎麼辦呢 它會不會真的佛心到 給幾個頭 給幾十個武器 給幾十個marking 你呢 還是要買三部機呢 三部機 其實我覺得GUNDAM FIX 是有可能 因為它以往 其實GUNDAM FIX 本身的系列 出的配件都很佛心 我最擔心的是它的號碼 因為它每部機 胸口 肩膀 盾 護甲 是有很大的出入 它應該有三隻的 我覺得 另外兩隻是雲 嘩 我想說這次的展覽 其實它的用心 除了三部樂壽 那些之外 它的相片其實是在現場拍的 變了你看這個虛擬的展覽 就是真實實物 就是這個樣子 就不是給官徒來感受 比較真實 真實很多的 雖然這一件 都是 怎樣都好 示範 一定是最漂亮給你的 但是這個是真實物 嘩 很大隻 早前已經有入手 這個car signature 的Panelope 恭喜你 你可以再付一次 就是電影版 閃光之海撒為版的Panelope 我看上去就沒有了 不過本身的顏色 的color tone 都跟之前那隻有幾大的出入 我說多一點 它之前那隻 full marking版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 極高質素的car signature 來的 我想真的有機會 入到我二十大 最喜歡的產品 QC又好 顏色又好 2020年 2019 2019 200 我忘記了 應該是一兩次 所以它真的不用怎麼改 本身這一隻 只轉了色 你有之前那隻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有這一隻 其實我自己希望它多 給多一點marking 就是它這樣看上去 好像有一點 乾了一點 其實它本身的情報量 已經不少了 但是因為你的機體 真的很巨型 暫時多留白位 對 變了有些marking 去點處 其實整體是漂亮很多 好坦白說 我很滿意之前那隻 所以那隻真的未必有 而價錢也很浪 之前一直都很想入 但是確實它 沒有跌過 很漂亮的大隻 這邊那些情號 好漂亮 真是高達噩夢 你看到這一堆東西 你要砌回那個 礦山情景 你要花多少錢呢 我覺得是可以計一計的 首先大家看到的 是被人斬開兩截的 聯邦軍魯獲型的渣鼓F2 而衝前的就是 已經全街都賣 仍是價錢幾公道的 F-type大魔 好 接著就滾過去 我想說尖叫的地方 哇 真是所龍的惡夢啊 大哥 你如果真的要 將這個情景完全重現的話 究竟你要花多少錢呢 還有多少位置呢 我很喜歡那個 鴛鴦式的渣鼓F2 還有我又想說一說 那個隊長 真是也是男人中的男人 真是一個切頭切尾 好顧下屬 他描寫這些軍官 描寫得非常之好 很漂亮 沒有辦法 這些錢一定會費 他是不是出這麼多隻 希望是 炸股未必會有這麼多隻 你不買兩隻 一隻啡色一隻綠色 然後你自己會做 沒錯 那個Event 很棒 是啊 我也是等這隻 我沒有買紫色 就是等它 食貨 我反而就是等賈圖那部 這一個 Rigdom 2 試作型 Rigdom 2 試作型 好棒 那個又好棒 好棒 完全又是明場面重現 嘩這邊這個可惜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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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03 vs GP04 好棒 GP03 你猜他GP03不會出 沒理由不出 但是 只是單紙就差一股 這個算了 我們不看這個 好看上去 嘩 大哥 真的 你見到這部 GP03s 還有360度 我想 星塵回憶 可能大部份的機器 都會給你 這是很高興的事 如果他能夠將 漫畫版 GP04 都將它產燈化 就真是罰心 我覺得走不掉 我覺得走不掉 因為說設計 是不是山根公里 不是 還是Katoki 不是 你講Kichi 是 超商業賽 都說 哦 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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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自己都很喜歡 這個Series 很漂亮 其實你 Gibra Terra 我不肯定全部都是他 但是 0102 0102 是何心 就是WFB 是何心 何心畫設定的版本 並不是大家所見的版本 是比較特別的 是 它的線條表達是 有它的風格 是的 不敢說漂亮 有它的風格 你一看就知道是何心 但是 某雲是接近它的比例 都 相較不算 我也覺得不算 是撿過的 它那個 它拿的線條 你不會拿來做 它是用 真的 那套OVA 走出來的版本 好了 嘩 看看 大家看到這個 企定定 有配件 沒有理由沒有 大佬 嘩 超多 尾巴 反而拍照 這個假圖 對司馬 這個名場面 就是 你動畫看不到 你真的要看那些 Eye Catch 你才可以見到 這麼精彩的場面 對 它有那些 那些 是不是植民式 脫掉的 植民式水片 很棒 是啊 它不是包含的嗎 不知道 很貴 很漂亮 很肥 好 接著 是男人 就要駕駛 GM 這個還有 你是看不到嗎 我試一下 你按 這個外形 很懷舊 不是 它像當年的模型 是啊 是啊 我有砌過 它很像當年的模型 我想說 不是差的 其實GP03S 也是很像當年的MG的模型 也好 我記得我小時候 不知道第二隻MG 就是GP03S 好 是男人的 過來 全部開吉母 走不開了 本身有三部非常精彩的 現在要介紹的就是這個吉母的實習身形 是 它這個位置有個七字 喂 好七 真的 這些真的要買 老實說 只是買富浪的七字都值回票價 是 你幾何會見到這個練習機會產品化 你真是猜不到很多東西的而且抗 我想它真是做錯 你說側巾那隻 這個Light Armor 我都覺得機會大些 因為本身 魚連隊有個高手都是用這個七九L 是很厲害的 變成了 確實王牌才會用這個L 因為它的裝甲 跟這個 經保凡是一樣 即是指紮的 HIGH HIGH 還有最精彩當然是我自己 當年到現在最喜歡的Sniper 哇 我有點懷疑 三個不是出了嗎 出了 但是它擺在一起就是Feed 很喜歡 轉啊 哇 哇 正 好 好 接著就去到跳虛 我非常非常非常之喜歡的 飛機很漂亮 M-S-07H 老虎飛行試驗型 還要跟來一架機啊 沒有 這些產品化過 沒有啊 很肯定 剛剛沒有啊 這個真的是 是的 我幫你訂 沒錯 沒錯 如果大家有想起 當年的MSV的封面呢 顏色好像有一點出人 是 那時候 加多一點脆味 是 它有個陰陽色 它胸口的金綠色 有些像之前的大摩那個 但它的Marking和Lumbering 是一模一樣的 這隻很期待 超級期待的 旁邊 Crossbone Gundam X1 再啟動 當然未出的 但它本身外形上 都會跟回這一個 作者叫什麼 遇什麼 我忘了 太長了 長谷村遇一 我的機性真是不錯 它那個造型是比較圓滑的 它也跟回圓滑的版本 當然 側跟那個才是重點 FANTOM 八塊幾水的ROBO雲 給到什麼 你呢 就是可以給到FANTOM 連同它的 叫做 米洛夫斯基粒子釋放形態 再加上 神器流料 糟糕了 你這些錢 還可以不給 我留給Ghost 啊 聰明 其實我自己是喜歡Ghost 更加 還要是單渣鼓眼Ghost 哇 瘋了 整件事瘋狂 根本就 不過多一句 它出得 它出得 FANTOM會不出Ghost 你不用擔心 不過我好 好怕它的銀色 啊 但它 其實它最近出銀色的東西 都可以的 所以我 你想一下 Dowser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其實我 你怕它的QC問題 還有 其實我 入手了 ZERO Final Form Shining Zero 不行嗎 我半張照片都沒有拍過 蠢了 那些QC 跟Dowser 一模一樣 不是有塵就有花 不是有花就有毛 搞什麼 Bandai 還要是 P名Bandai 我打算 不過算了 糟糕了 罵完 繼續 這裡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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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還沒走 中間還沒走 中間是Z Z 大家擔高頭 看看 Double Setter裡面的Gundam Team Full Team 展示給大家看 它用透明去做邊形 神經病 不然有個限定版 只會出透明 不用怕 大佬 但它出其實我也想買 不是 這個是什麼系列 High Metal 不是 Carsiniture 大家可以很放心地看到這個Setta 是可變的 亦都是Metal 一定 沒錯 其實之前出C1 都已經有一個挺好的評價 不錯 是QC差一點 我覺得唯一就是 它到現在還是那種關節 買回來就超級緊 然後你玩一下又開始 超級鬆 有超級鬆 當然如果就這樣看官圖 這個比例是黃金比例 很漂亮 很漂亮 是黃金比例 是完全變形無雙換 真的嗎 是嗎 當然 那OK 但它真的變得這麼漂亮 是啊 它變得這麼漂亮 你不用擔心 是鑽式 是 給錢 我最想要的反而是 是Red Setta 和Grey Setta Grey Wolf 哇 這兩部機真的是神機來的 它一定會出 它開發了這個完全可免的金屬骨架 我肯定要付這些錢 我肯定要付這些錢 Bandai說我不姓Dai 不姓Band Band Band是第一名 好了 接下來回來 繼續這個Car Signature 終於 不過也是那句 你出金燈 你一定有白色的 這個也是 預料的 這個金我就不太理 比較重色了 我反而覺得是 是像昨天我們介紹的青金 啊 就是青金 是青金 說真的 我買1-4-4 自己分算 這個金我太超出賣 其實我寧願買 Ban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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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bby Shop 那一隻 1-4-4 就算了 它掉到金又漂亮 又不用擔心 我一直都很喜歡 上一隻 Master Grey白色的 那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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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這麼大的 米加粒子炮 米加粒子炮 那一隻 那一隻 白色就一定有辦法 可不可以入 我想它是一套 不是 分開 它介紹 一個是 介紹 炮 因為以前那隻 海洞戰士是一套 是 今時今日 它的價錢 今時今日 想幫你分擔 另外 我又差遠一點 在高達世界 我除了最喜歡 S Gundam之外 下一步 就是到白色改 所以它出的白色 我希望 接下來都會有機會 看到白色改 好 我自己都很喜歡白色 然後 它後面 不是這個色 沒有 沒有 有啊 有啊 大哥 等一下 其實我本身以為 它出完 它出完 三神器之後 會斷線 I'm so sorry 它究竟出 沙彈高達 對 也不要緊 剛剛中間 大家看到 你哪裏猜到它會出 那隻 參考作品 但是它是 不能上去的 對 很低 所以你後面看 高清照片 但是很漂亮 真的 是啊 大哥 真的 而且全能 本身之前一直都沒有出過等身比例 包括景品都沒有 你是沒什麼看到它的等身比例的產品 是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版本 是很震驚的 我真的說了 嘩 你等它真的出才射 它應該都出的 因為其實大部份都是舊帽 那些 那些 撒蛋高達都出了 你想想 全身帽 千多元都出了 撒蛋真是棒 OK的 嘩 他這樣的四神翼 加上尾 尾 尾是否一條尾 他訂的時候也沒有太多人訂 是啊 他按了幾天都做 不過都OK 到時候有炒就開心 對 適合玩就玩 有時候不是全部都適合 對 對 不過我自己覺得 他的武器稍微重厚 很搞笑的 你是高達 但是你拿著有個人骷髏不頭的武器 那沒辦法 他真的跟回SD 是的 我買的 接著 繼續Mecto Robo雲的系列 還有見到的 是否還未完 還要訂 還要訂 現在還要 是啊 天意 真的天意 畢竟他的價錢一稍微浪了 如果純粹的質素 我當他跟實物相符 其實我是覺得OK的 你有這麼多件頭 你這個價錢一定的 還有他這個機械人的比例 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還有他應該沒有這麼多龍騎兵 有有有 都是這麼多 其實本身Legend跟他的數字都一樣 不過Legend就是他的OS控制方面容易過天意 官方就這樣說 你說實力 我相信天意跟Legend有很大分別 這隻都是重點嗎 沒錯 Wing Zero 很漂亮 這個比例其實跟MG都很相似 是很相似 我初心看 咦?你不要放MG在這裏 看一看 咦?Metal Robot雲 整個人真的開心回來了 這隻是不是可以變形 是 他變形很容易很簡單 他只是扭轉而已 對 你SATA都變成這些 根本都不同 就是小菜一點 前面還有Inpus 好 這一個 咦? 這隻 我自己來說 雖然我這套東西真的黏之以鼻 在劇情來說 但是你說的設定 Inpus 我是很喜歡的 OK的 很漂亮 他比例也好 外形也好 他比Strike好多 很王道 我覺得他那個所謂的分體 好一分 那我先說 我不會看分體的 大哥你亂叫 不是 你做著做 不是 他是PASS 他換PASS 他跟這個基拉打得很強硬 老實說 有誰可以抗拒巴力呢 我就抗拒不到要付錢 他這個形態都黃道 譬如說 狼王 你看到他有魔改的 感覺是野性了很多 但反而放下去巴力 他就真的終於原設了 當然我不敢說 原設 終於原設是一件壞事 但其實我覺得 他的頭可以再做 尖銳一點 那就更加正 但他比起1比144的模型 和1比18 尖銳的模型 對 它已經是完美 OK 好 接著 就是到浪王 這個是Weapon Set 還是出過一隻新的呢 我印象中 他的文字好像說是Weapon Set 拉回去 裡面有沒有說 對呀 武裝Set 他應該要給他做劍架 帶著那把大劍出來 但他武裝Set 其實也不是很多武器 我又覺得 他真的跟狼王都不少 最重要是那把狼牙流星材 他有呢 你是加一些太刀類的那些 很難出到一套去買的 不過anyway 不是一件壞事來的 接著 反而另外這兩件呢 你好東西Bandai 你每一隻Hineau我都有買 你這一隻我都會買 由Metal Build 然後他又 Metal Robot 1 Metal Robot 1第一版 Metal Robot 1第二版 Metal Robot 1連架槍的第一版 第三版改良版 接著這個就是第五件 Hineau Gundam HWS 你老闆 你真的什麼都做得出的 他能不能拆到的 他應該拆到的 他不能拆到 搞不定的 我不知道 他可不可以只是出一套架 給別人裝上去 一定不會 當然不會 幸好我沒有買第二隻 恭喜你 我的舊版可以分開Display 另外 我自己個人都非常喜歡的 零格斯改 他真是下回這個阿姆尼的標誌 你都真是他媽的舊腳 這是什麼作品的水果 沒有 這個簡直是這個 馬沙之反擊 MSV 就是 Shar's Counter-Attack V 資料加插圖 對 他是真的拿著 AK46的 他這隻是可以變形的 是 不用拆開兩件 就是 凌駕斯本身的動畫 是 變成兩架機 是 他這個 沒有什麼人造 好像都是要加外件 因為他 原本背後有一個很長的 東西不見了 是 是 沒Display 是 立刻要去滾其他地方 要滾其他地方 要滾其他地方 好 這個便宜到偶僵的系列 繼續出 不用滾過去了 一滾就滾過去 New Gundam那裡 可能這一隻我真的會買 聽聞這個系列 是去北美那些地方賣的 是 八幾元貨幣 不劈價 我真的沒話好說 我零八小隊都沒買 最美麗的就是Z8 真的嗎 是 這個也很美 我喜歡這個造型 這個造型 漂亮 這個造型 大約 這八幾元我又要付 老老豆豆 一直都在等一個 反而你說外型 雖然你說那些 剛剛那隻是一萬元 但是這個很有 3300日圓 就有這個3300日圓的風味 它是帶了一些超級系的味道 對 是相配那個年代 在機動舞斗轉走出來的 3300日圓 730日圓 這個是200多 放心吧 出了之後就不用200 看款吧 你真是99 我覺得是 New Gundam有它的 你看看這隻駕 嘩 好粗 這隻駕駛的形狀也很漂亮 他真的有當年FW的風格 你說得對 如果大家不知道FW 可以搜尋一下 Fusion Works Ultimate Operation 是一個我自己來講 非常之喜歡的 固定景品系列 很棒 很棒 方便你動而已 很難說 某些角度漂亮 某些角度不漂亮 另外這邊 展示一些舊物 不看了 走 沒有時間 看看有沒有看漏畫 按一下加號 看看有沒有距離 有Black Arrow 對 是呀 Black Arrow也要講一講 好 宮崎吾郎 你真是猜她是吾報 我初初以為Black Arrow這套 是一套類似屍屍式的魔法動畫 誰不知是 久別重逢的 黃道機械人系列 我當著是先 但我第一眼看一個機設 它就是宇宙騎士 對 新的Griddleman 是 下半身加宇宙騎士的上半身 所以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本身主要的機設都在這裡 四部機 有很強勁的特效 以及挺宇宙騎士風格的機體 真的很宇宙騎士 這個 你問我買不買 其實我真的麻煩 因為很像某些東西 它是有一種大集會的感覺 對 那個臉孔都好像在第二套動畫裡借過來 好像不可動的 做到 頭部有一些G-self那套 那套東西 對 我們看看 好 主角機 有沒有這套東西的粉絲 可以留下言 好 還未上 我不確定 你印象中好像是未 新的 還未上 像宇宙騎士 它的臉好像有點融融 對 好像掉下來 你將 你其實將臉的下巴位 削細一點 就可以很型 對 整件事 我不能說很型 但整件事會 扮回很多 它的手腳 很沒有力水 有種 比較 輕浮的感覺 算了 如果還未上 大角機 不過看了故事 對 沒錯 可能有愛 很坦白說機體愛 真的沒有愛 我看完更加沒有愛 我抱歉 有這樣的示範 可能好像騎士願魔法 有些 但機體很漂亮 騎士願魔法 這隻大一點 這隻有這麼大隻 SHF 不是 下面的人仔 上面那個沒有關係 不是 有牌 有牌的 大隻 可能無形 也不奇怪 三個主要角色 似乎這套東西都上 鋪一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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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都是 名家之後 挺有趣的 這個人切 人切 人切可以的 還有本身的聲優陣容都很強大 我想和朋友打個招 其實他畫出來 這些外型都挺漂亮 有些景品 他放人姿勢之後 你覺得關節都很順 都收得不錯 沒錯 所以反而真的 說一套東西 我想人的figure 比機械人的figure 更加吸引 有機的 連figure mini都出 現在很多電話都是這樣 人的 人的 人品都很重要 現在連Bandar都是這樣 找到食 你之後出PVC 穿少一些布 然後放到整行城市 而且機械人不批出去 人的通常會批出去 給大家做 你想想一套Greed Man Faintrys 你紅了誰出來 綠花 不是吧 綠花 紅了一個大腿 我先解釋給法國觀眾聽 我是Musei Virtual 我們可以買了 可以買了 舊的 要看 好了 Jaggen說不講 是Nenuga 是嗎 Super MiniPlatt 我不看 算是 應該說完立身的東西 好,我們終於可以到第二個館了 我們終於完結了這個規模館了 對,我們進去第二個館 Figure Exhibition 我們說了多久 完成幫助 們,ください 築請